4月28日,WTT球星挑战赛曼谷战 迎来了第四个正赛日的对决 其中男女单打竞争四强名额 男单方面,第一组对决 袁立成以3比1强势逆转韩国黑马赵胜民 第一局和第二局两人打得异常胶着 分别轰出了14比16和14比12的比分 但袁立成顶住了压力 连赢三局最终逆转对手成功晋级 四局比分分别是14比16,14比12,11比8和11比5 这场球是中国乒乓球队的重要一战 此前赵胜民状态爆棚 接连淘汰了相鹏和林斯洞两位国兵新星 中国队输不起了 于是连立成为两位小师弟成功复仇 成为了抗寒英雄 第二组对决是林高远和皮切福德的精彩对决 两人都是防守体系打法 但是林高远的上位更加进台 速度优势更加明显一些 凭借速度和技术上的优势 林高远连续砍分分别以11比8、11比8和11比7 直落三局大比分3比0淘汰对手 第三组对决是瑞典球员的内战 卡尔伯格以3比1击败了卡尔森 四局比分分别是14比12 11比5 9比11 11比4 第四组对决 周启豪对阵张雨珍 两人实力上还是比较接近的 而且两人都是以正手能力突出 防守偏弱的水平 不过张雨珍的比赛经验以及对节奏的把握会更强一些 四局战霸 张雨珍分别以12比10 11比8 7比11 11比3 大比分3比1击败了对手 女单方面 第一组对决 日韩两大华裔球星 14岁的张本美和此前身世汹涌 与朱千锡狭路相逢 张本美和主打单板质量 朱千锡主打全面性 两人各有所长 但张本美和杀伤力极强 第一局就以11比3大胜 而朱千锡开始改变回球的落点和线路 用理智压制住了张本美和的激情 最终朱千锡逐渐逆转身世 在0比1落后的被动局面下上演了神奇逆转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张本美和在女单项目中出局 三线作战的她也显得非常悲剧 此前她在女双资格赛中输给了印度组合 混双半决赛又不敌中国队 现在算是三个项目 全军覆没了 但张本美和毕竟才14岁 未来依旧大有可为 第二组对决是杨晓鑫和长崎美右的对决 两人是打法风格完全不同的球员 杨晓鑫是右手横拍 正手反胶 反手长胶的打法 承袭了邓亚平的风格 用长胶扰乱对手 外加进台抢攻和弹击 长崎美右是左手横拍 两面反胶 进攻速度很快 拉出来的弧线也很长 极具威胁 火狼在比赛中 长崎美右利用强烈的旋转和弧圈球猛攻 分别以11比9、11比6和12比10击败对手 大比分3比0成功晋级 第三组对决是世界冠军 陈信鑫大战19岁星星宽曼 无论从成绩、排名、经验等各方面来看 陈信鑫都处于明显的优势 目前也正值黄金打球年龄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两人之间的交手情况 却是凯曼更上上风 此一凯曼在第一局也是先升夺能 以11比9先下一层 第二局陈信鑫依旧被动 但中后段突然发力追赶 上演了逆转好戏 四局比赛 比分分别是9比11、11比7、11比8和11比6 第四组对决 波多里各选手迪亚兹 对阵美国选手张安 迪亚兹是女当三号种子 就在之前的冠军赛 迪亚兹挑战国拼世界冠军王毅迪 打到了决胜局 最后以三分息败 令人记忆犹新 迪亚兹的力量是优势 正防守均衡很有威胁 他的前三板一般 节奏变化很少 张安曾经搭档林高远 获得过四拼赛混双铜牌 因此大家对他还是比较熟悉的 这四局比赛 比分分别是11比8 9比11 11比5和11比6 于是男女当四强全部诞生 男当半决赛将会由 袁立成对阵林高远 塔尔伯格对阵张宇珍 女当半决赛 陈信彤对阵波多黎恶选手迪亚兹 韩国队朱千希 对阵日本队长期美右 半决赛将在4月28日往进行 19点混双决赛 林高远和陈信彤对阵林仲勋和申育斌 结束之后就是单打半决赛 率先进行的是朱千希 对阵长期美右 欢迎到时收看 在赛 候过分